18号上午9点左右 花莲上空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 让不少民众都吓了一大跳 那么有人就推测了是地鸣声 不过也有人说是战斗机的音爆声音 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 而目前相关单位也都否认 与这一次的声响有关 那么爆炸声是哪里来 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碰得一声巨响 把原本在休息的小狗吓得不停狂吠 18号上午9点左右 花莲上空突然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 让不少民众及家中毛小孩都吓了一大跳 而这一项也在网络社群上引起热议 有人推测是地鸣声 也有人说是战斗机的音爆声 但经过和相关单位求证后 却都表示与这次的声响无关 不太像地震的地鸣 因为地震的地鸣完了以后都会摇放 但是今天大家在家里面 听了工医生以后 也没有所谓的摇动 这个跟地震方面有关系 空军他飞机在飞的过程有可能会造成 那我们也刚刚有跟空军那边有做过联系 他们确认昨天是没有 但是今天到底有没有做例行性的飞行 我们目前没有得到讯息 所以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突如其来的巨响 华联县消防局表示 没有收到任何灾情通报 相关单位也都否认与这次的声响有关 根据以往案例 华联在2012年10月 2016年2月9月10月 及2020年12月都有过类似记录 但其中只有2016年10月被国军承认 有在华联和平山区实施战机的全效能测试 但包含18号的其余5次爆炸声响从哪里来 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记者综合报导